8次实战讲座 这一节是那个8次讲座一个大的总结 也是我们的8次实战讲座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呢 我再从头到尾把这个8次预测 在那个带大家理一遍 我们8次实战讲座呢 一共是320奖 竞品讲座呢 一共是180奖 一共是500奖 竞品讲座 多多讲些基础的啊 简单的 8次实战讲座呢 就是更加深入的一些 另外讲一些那个更多的暗力 更多的技巧 更多的一些黄黄点 难点 现在我们从头到尾在那个树里面了 我把一些重要的囊子 该题的再提一下 第一章呢 基础制式我们不讲 把阴阳五行 前前地值 这里再讲了一下 举了一些例子 看哪里该用 干支技术法呢 才要理论一些 重要的是什么 是低支平常 该怎么用 这都我们讲一下 台湿度呢 大于榴梿 就是多取了一些例子 这就其实没有什么 这个难的 第二章呢 干支关系响起 干支的深刻规律 就相合 成立情况 不成立情况 流年流月 天然相合 这个 拔子相冲 流年流月 相冲等等 这里我自己举的很多的例子 干预相合呢 大家记好一点就是了 相邻呢 化身要望 而且那个同化的地方要做 其实啊 核桌 最重要的是 其实是在那个流年如月 发育那个相合 当然那个原则也是一样的 大家记好一点 那个三合呢 有一个力量变化 并不说 都是百分之百的 地址六合 也是一个道理 三合三会呢 跟地址六合是相似的 只不过就多加了一个 判断方法相似的 最重要的还是流年如月啊 发育他们的三合三会 还有地址的相形 相害 这该怎么运用 取向是怎么取向 大家聊聊会 下面还有重要的概念 就是四目库 造作物是什么 合适的 石头是怎么合适 四目库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大家来理解一下 四目库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 它包含 那个是一个难点 在格级右神这一章呢 我们把那个断望杀的一个步骤 然后那个几大格局 该怎么取用神 讲了一下 大家在期望断望杀的取用神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我的步骤来 先看阅令 看阅令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再看那个 决定跟人员怎么样 然后再看那个 它的冒衰 通常一档一档一档一脸 然后再取用神 其中啊 那个从河稍微难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告知计划 就是关于从河的车路情况 第四章是取向 取向在基本上都没有讲 取向其实要把那个甘蔗的各种关系 嗯 比如说那个 深刻 行冲和害 包括有那么神煞 这些都要记清楚 不然那个 各种类像一定要熟记 五行天章 这也要熟记 这才行 最重要的是那个失神内向 正印啊 偏印啊 这些啊 这些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八字里那个真正的预设 都是根据失神内向的 这是最重要的 印期 印期也很重要 那个印期的步骤呢 首先是看看原理怎么样 然后再看大运怎么样 再看流年怎么样 再看流月怎么样 啊 它们间的各种关系 大家如果出学的话 最好别省一个一个对应一下 最后再把那个说出来 然后他们讲一下神煞 神煞我讲几个常用嘛 天竞贵人 玉玛 桃花 露神 然后讲一下神煞的这个使用 真的那个在八字时 还是很少 大家那个用没有无所谓啊 就很少 然后下面讲分裂预测 准备预测 准备预测 我们先知道定位点是什么 爷爷奶奶怎么定位 那个父母怎么定位 当然主要预测是以父母为主 比如说那个男命啊 骗财是父亲 正财呢 如果是没有那个骗财受也是父亲 女命呢 正财是父亲 没有那个 正财受的骗财是父亲 不过这影片 大家要记住 包括工位 它记好了 六清预测呢 无非两点 一个是工位 一个是时辰 从这两个定位点来看 根据什么 根据时较转换 然后用很计较 这方法来看就可以看出来 具体呢 怎么算财员 关于员 收缘啊 大家要把那个 分裂预测 关财 这个要掌握就行 兄弟姐妹呢 别是从工位和时辰来看 以前节财啊 月注啊 从这方面来看 然后在时辰转换 可以看成鸡胸 这婚姻预测非常重要 婚姻预测 说那个几乎啊 绝大数的人预测都会用到婚姻 大家要知道那个婚姻的定位点 工位啊 和那个时辰 该怎么定位 然后那个结婚的一些标志啊 感情不好标志啊 村居的标志 离婚的标志 啊 包括配偶的一种各种情况啊 等等等等 怎么横温怎么昨日啊 要掌握 其实啊 那个婚姻的预测 要掌握那几点就可以了 你逗婚 男的是世商 财 女的是财官 离婚呢 男的是那个 还比爷 女的是那个 时商 要么就是财被那个伤到老家的关门伤到也算哈 婚姻被秦冲害也算了 反正也不 具体怎么看配偶的那个什么财运官运啊 甚至就是实际转换 这个简单了 资金预测呢 也简单 啊 就是从工位 实陆是不是 那个 然后实陈 难免的是那个官商 也许实商 这个来来看 如果看资金预测率 也可以实际转换 轻轻向往预测呢 大家需要掌握那个时商那个类像 五行那个类像 才能造成一个性格的 嗯 具体一个性格 比如说真意什么性格 大家是不是要把这一个类像里记转 学业益测 原则就是啊 身旺的时候 嗯 走什么时商啊 官商啊 学业好 身弱的时候呢 走进了笔节时商客观学业 当然那个学业好坏 他还有一个预展的大小 大家自己比较一下 试日预测率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由职业者 然后也还有上班的那个区别 自由职业者是笔键时商啊 笔键劫财时商 上班的是财官 啊 无业的呢 一般走继续是无业的 然后怎么去选职业 是跟你用神 跟你用情 财运呢 我们首先要看他是上班的 还是不是上班的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是不是负密来看 负密的一般的格局就是啊 呃 身旺啊 时商财旺 如果时商财旺甚不旺呢 要等他旺的时候啊 也是负密 关于机场运策呢 首先看这个人是不是上班的 有没有官密 有官密什么时候跑 有没有官密啊 什么时候 坏 那个 官密呢 身旺的时候走 走官 走财身官都行 身弱的时候走硬 最好 走时商客官也行 并在于上班运策呢 手上看体质 财旺财弱体质都不好 行动 行动太多体质也不好 身旺的人走硬 实商客官 身弱呢 走官杀走财克艺 小人口舌呢 大家记好了啊 身旺的时候 比捷压为小人口舌 身旺都实商客官 小人口舌关灾 身弱的时候就关杀 这是口舌小人关灾 具体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介绍 后面又讲了一个寿命预测 寿命预测 实验看短命颜长寿 根据八字的 身旺身弱 我们大概也知道 然后一个寿命预测 我们也可以算出来 身旺是让客官运 当然一定要没有让日元弱的 武型 然后那个 身 身弱呢就关杀 才可以 但是没有让日元弱 不过年龄大胆 就不一定 可能稍微有点凶 就过不去 分手预测呢 要知道干支啊 五行啊 实验类像 然后再根据订阅点来推 仰展好推 应该的话比较难 应该的话只能看个大概的 高级预测系法的时候呢 我把一些特殊屏幕做个补充 当然在这里没有完全讲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高级技法 嗯 比如三大格局 这个很重要 大家那个 如果这里看的不明白 大概再看书 视频和书都一起看一下 从旺格的测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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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财官啊 怎么怎么样 从旺格的硬笔啊 什么样 是吧 都得分析一下 然后用神技神一个转换 因为技神他们之间的转换 这个也需要那么明亮 用神如果作用好 那样的 才是用神 用神作用坏的 他就是技神 技神作用好呢 他就可以到用神 技神作用坏 那他本来就是技神 等等等等 有很多种情况 大家要知道 这些寻常可以做一个具体的补充 相当于六要地的浮沉 四目酷这里有几个特殊情况 大家再看一看 然后心中可爱的一个断法 大家都看一看 然后运甘之 运甘之的特殊情况 这要理解 运甘之和运甘之 同样是一种组合 如果倒过来就不一样 比如时商客观 和官被时商来客 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讲的通关 通关是一个急凶 有一个很明显的因素 特别好的也是通关机器 特别大的也是通关机器 然后巴斯格局高低 这是我一个论运的经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巴斯一打着 一下就知道格局高低 负名平民 然后下面我讲 我几个经验 一个理论 一个直读理论该怎么读 做一点定位该怎么读 还有转移力 最后有预测顺序给它技巧 大家如果不熟悉 一边按照我预测顺序 我比较记得来 张查归出货 后面要举了一些例子 大家看到有个拼命的一个步骤 当然在视频上讲的 不会那么细 大家可以看一下书籍 这书是八个秘密经典 这也是八个秘密经典的安逸 最后举了几个名誉的例子 看一下高高低的巴斯是什么情况 这也叫学义之用嘛 看看到底巴斯有多么的神奇 毛泽东啊 李嘉诚 马尼 阿尔 波德纳 都是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好的 这里再说一下 那么修习八字呢 需要把基础掌握好 然后注意到多实战 也不用怕出错 之后你多实战 多多年才能更加进步 预测的时候 一定按照步骤来 一定按照步骤来 不然会出错 按照步骤来呢 虽然看什么 后来慢慢就熟悉了 好的 这个巴斯的实战讲座就讲到这里 巴斯的视频讲座也到处结束了 大家如果要关注更多的动态 大家可以去登陆网站学习 这网站一直会在更新 比如说网址所有更多的视频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当然也可以加我的k号 来解更多的详情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